就是原来的试驾 大家看到了 绅士 新发布的 它这个有个细节 这个沙残盘 它有个防护灶 这个 这个 可以取下也可以不取下 5代的钥匙 那我们的预表啊 现在 开了8公里的钥匙 8公里的钥匙 哇 点火了 它这个上面有点挡 挡住了 没研究过 下7公里的 嗯 我先 先放下啊 下7公里 升浪啊 今天升浪 银一银 下7公里的钥匙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哇 现在过去吧 穿上子还行 可以啊 准备睡觉 准备睡觉 冰岛 天是上 但是 也没有 他这个 尾盘网吧 他还有一个这个 容易脏 哎 我上大牙了 哪个摩蛇不脏 就是需要 要自经常的保养清洗 切换模式 切了吗 有 切换 切换平均速速 有后 有后 你需要里程 我还有100公里 这在什么 哦 风格 休闲 竞速 哦 还可以哦 这还有个投屏呢 蓝牙连接 手机互联 对 互联 前代的310的一个 比较好的尾盆管设计 比较好的保留下来 这个不错 不足的话还是 造型吧 人间 各花又各眼 我还是喜欢它原先的310的一代 第一代 第一代的 坐姿上对说略高 但是也还行 坐垫是独家黑科技 然后是 看一下 开机 开机 无油药室 启动 然后是 按一下这个 哎 油门自动开关 再 调教都挺好了 它不像之前说的那些 卡组 开不了 已经不错 要这个是 那个 座椅的一个开关 嗯 它整个那个 首部按键的设计 都比较科学 比较 比较上档次 像一个高级车 像 一些贵的 那种 两田啊 零木啊 那些可能都做不到 这种好的一个 按键设计 然后再看看他们的发动机 就是 350发动机 它的这种做工啊 细节这处啊 都 都很好 然后是 它的后轮骨 就讲 驾驶感受就 就是说真的 最终的 归宿就是踏板 挡车 我真的 可能过了那个年纪 不太想骑了 它主要讲几点 比较明显的 不足吧 就是第一个是那个 离合线 挡住那个 一秒完 第二个是它的 离合 还是有点硬 它现在应该能 能上那个 滑动离合 它比 春风250 能调吗 能调啊应该 你看 这不也挺调的 上下转的 是啊 转了 我转了 没啥用啊 没啥用 它这个 调不了的 这个跟发动机 有关系 这个 后视镜白色 就是那个单纲的话 摆设 背台 就是 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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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低了 这个可以调 可以换 换一个不就可以 对 对 后视镜也可以换 自己加装 从你来说它震动抑制性非常好 那要比本田的500还好 震动不硬吗 不硬 震动可以 震动抑制不错 但是就是那个废手啊 离合废手 要我 我以后买车 我还是买他买车 买他家的 升式310M 他那可以调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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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